中国大陆媒体《南都周刊》最新一期的报道揭秘了国际投资银行在中国的高层关系网络 你像摩根还有瑞银这样各大国际投行是纷纷聘用中共高官子女甚至是孙子 业内人士透露雇用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高管 那么可能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看似是外国投行在利用太子党的人脉 但也有可能是中共高官利用外国银行洗钱 最近《纽约时报》披露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摩根大通雇佣中国两名官员子女进行调查 摩根大通对那些来自重要的中国家庭的求职者都会减少面试程序和放松标准 尽管摩根大通领导曾经质疑中国光大集团现任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的工作经验 但他还是被雇佣了 《南都周刊》报道说香港一位投行高管透露 摩根大通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上 比他们更过分的国际投行多的是 在摩根 瑞银 美林 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 任职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 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 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IPO就是首次公开莫股 是指一家企业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 美林曾是中国工商银行IPO的五个承销商团成员之一 该公司在2004年聘用冯绍东在其中国办公室的投行业务部工作 冯绍东是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 瑞士信贷和花旗银行也都大量雇佣了中共高官的后代 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子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新 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澳大利亚投行麦格里集团2005年聘用了前铁道部长傅志环的女婿孙祥 他如今是麦格里资本的中国区副董事长 在他的任期内 麦格里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黑区股上市发行的三大保健人之一 该比融资规模达到57亿美元 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白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治背景 通常来说 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湖北作家阮云华认为 外国投行看起来似乎在利用太子党的人脉来开辟市场 其实这些太子党有可能反过来 也在利用这些外国银行洗钱 像摩根等外国投资银行这样的平台 可以为转移财产提供一种很隐蔽的方式 比如通过融资或参股 这种官商交易也是国内的那种高干子女所需要的一种资产的转移方式 它只不过是利用了一种商业行为 利用了华尔街这种游戏规则 如果在没有暴露的情况下 他们的这种财产转移是符合主流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 但是现在已经暴露了 就变成了一种腐败行为 美国司法部门和SEC正在判断 摩根大通聘用中共高官子女的行为 是否违反美国反罕外腐败法 但对摩根大通来说 接受机构调查并不意味着公司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我也相信 这是投行聘请高官子女 看中的是他们负败的影响力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违法行为 我也相信肯定是有违法行为的 但是咖啡还是一种貌似合法的手段 这是一种意义的输送 从法律这个角度来说 你很难断定他的违法行为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令人有些吃惊 据说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 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 请直接写下你认识 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 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 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